这个顺序很重要 年在这里 月日 好 没问题 一定要是年 然后月日 好 所以选到这三栏 那怎么选三栏呢 当然你就选到年 然后shift了键按住 再点日 滑鼠右键 这边会有一个叫合并 资料行 其实大概就在你刚刚选 分隔资料行的位置 请问你选三栏 能不能做分隔资料行 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把那个位置换成了 你现在应该是要做合并 好 你选合并资料行 然后请把这个分隔符号 制定 斜线 因为我们习惯的日期的 分隔符号是写线 电脑也是 好 确定 这个我们就叫统计 统计日期 好不好 这是统计人口数的日期 统计日期 确定 所以我们这样是不是有了民国年跟统计日期 能不能连贯 一定要继续做 请问他的类型是文字还是日期 一定要改成日期 所以把ABC 把ABC点一下 切换日期 这样才算做完 然后 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通常都是在我们所有资料的最前面 你们说对不对 滑鼠右键 点选统计日期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移动到开头 好 我刚做这三件事情 其实它是连贯的 合并嘛 合并完之后 我是不是把类型改成日期 然后再移动到最前面 这些真的都是可理解的程序